嗨 你好 我是龍哥 Gteam 黃金團隊領導人 歡迎來到龍哥 italk 頻道 今天要跟你教學的是 美圖秀秀教學資加logo 符水印 這個功能蠻好用的 因為我們時常有些圖片 想要去加一些logo 或上符水印就可以使用 它的一個方式呢 首先你可以到文字或視頻這邊 這邊有一個用戶自定義 我是選文字這邊有一個用戶自定義 你必須先把你的符水印 它必須是一個png的圖檔 背景是透明的 把它選進來 你就選這個用戶自定義 之後點這個導入模板 把你的一個透明背景的一個png圖 把它選進來 選好之後它就會在這邊 這個就可以供你使用這樣子 像我選了這個gteam的一個背景圖這樣子 那就可以使用了 那怎麼使用呢 當你要使用的時候就是 你首先當然是把你的圖片 已經秀到這個美圖秀秀上面了嘛 那之後你就點文字 點這個用戶自定義 它這邊就會跑出來了 如果說你沒有設定任何一個東西把它導入到這個模板來講的話 這邊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那因為我有導入的話 這邊就會有 那譬如說我要放gteam這個logo 我就點一下 點一下就可以了 那點一下之後呢 它就已經跑出來了 那你就把它移到你要的一個位置 或者是說你要這個放大 還是要去做一個旋轉 這都是可以的 那這我先把它刪掉 因為我習慣弄這個 正方就是這個 不變的啦 就是水平的啦 像譬如說我把它放到這個位置好了 這樣看起來很漂亮 或者是說你喜歡在圖片上放這個浮水印上去 那龍哥習慣是在一個角落放一個logo啦 我比較不習慣在這個畫面的一個主體上面去放這個浮水印 譬如說我這樣子 把這個gteam的一個logo浮水印就把它放上來了 是不是很漂亮 那這個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教學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你的圖片去加一個logo 上這個浮水印的一個教學 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